111年花莲县行动室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行动学堂 星期六是来到了南区中城里的中城活动中心 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乐龄学习 现场非常热闹 111年花莲县行动室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行动学堂 周六来到南区中城里中城活动中心 与大家一同进行乐龄学习 活动现场非常热闹 邀请了在地团体玉西农会 朴石家镇班上的健康水饺课程 鼓励长者自己动手包水饺 建议训练长者们的手部功能 行动学堂主打丰富多元 趣味实用的课程活动 以增加长者们的学习意愿 并建立社会的参与 在地乐活 长者们也都收获满满 本地理指导我们同时呢 也感谢那个吴主任 他带他的团队 朴石家镇班来这边教导我们怎么做水饺 过去我们的做水饺都错误方法 所以我们先放眼方 难怪我们做出来的水饺没有那么好吃 有一点涩涩的 原来是那个湘雨要放多一点 它有信息的 不是水便放的 感谢你们今天这样子教导 同时又教我们运动 行动学堂是花莲县政府办理的 引法族乐活学习加职服务 以花莲县是三个乡镇为范围 深入偏远以及资源缺乏的社区 以55岁以上的长者为服务的对象 鼓励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参与 缩短偏距离强化地方连结跟关怀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